而疫情也延烧到了许多的慈善单位 花莲知名稻米品牌天赐良缘和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有感于此就特别一同攜手 捐赠有机包装米给黎明庇护工厂 不但保障他们的饮食无余 也能够吃得美味又健康 国内疫情发展至今 黎明庇护工厂重要收入来源的行脚销售暂停 业绩也受到强烈冲击 募款情形为历年新低 理想大地在得知黎明教养院因疫情受创如此严重 在得知天赐良缘的同意后 决定将天赐良缘赞助给花莲县集团结婚春祭厂的伴手礼 有机百米捐赠给黎明庇护工厂 希望帮助他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也感谢理想大地在这段期间给我们的温暖 还有其他的社会的一些企业们都会有一些决赠和扶持这样子 那会希望就是社会大众怎么来接触 那当然我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包括我们的骨干或是温暖产品 那如果说在对待期间如果有社会大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也欢迎再向我们订购 理想大地代表将60盒的天赐良缘有机包装米 轻送到了黎明庇护工厂 代表执政的理想大地林景全协理表示 其实理想大地也只是借花献佛 因为天赐良缘的支持 才能让这些有机百米可以成为支持黎明怨生的小小力量 那其实疫情期间 那除了我们公安旅游业受到冲击之外 我想一些比较公益团体的 像类似Q工厂这样 其实无形容也受到影响 那也刚刚好这一次 我们原本在五月份举办的一个集团婚礼 那当然我们的集团婚礼也跟在地很多的厂商也搭配 那不巧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延期了 那我想说有这些资源 那一些厂商也赞助蛮多的这一些物资或者是礼品 在这个集团会的活动里面 那也刚好这一次我们在地方上了解到黎明怨工厂这边 在物资上有一些需求 那我们就跟厂商协调 把这些需求先送给需要的这些人 那所以有这个机会呢 能来到黎明怨怨工厂这边 把这样的一个天赐良缘送给庇园工厂 天赐良缘终于恩执行长透过讯息表示 这一批白米原先希望作为婚礼的喜园 如今能够转化成为善缘 对天赐良缘来说都是好缘 也很高兴可以利用这60盒的有机包装米 帮助到黎明庇固工厂的怨生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